反正我们已经已婚了 就算以后认出我 那又怎样 我总不能为了夺恩利益 就放心自己的梦想吧 好 出去吧 男生 哥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为什么不回家 我 上车 哥带你去吃饭 先生 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一杯摩卡 一杯并没事 大哥还记得我喜欢喝什么 当然 只要你喜欢的 我都记得 爸妈身体怎么样 都很好 你没回家是因为当年那件事情吗 你还在嫌爸妈把你家给陆星才吗 他们不是也在生气 我擅自和陆星才离婚吗 反正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暂时不想回家 你要替我保密 别告诉他们我回来了 好 公司 还好吧 陆星才没有为难公司吧 没有 如果你有什么麻烦 一定要告诉我 对了 你现在在哪上班啊 K传媒 那不是陆星才的新公司吗 是 你又和他在一起了 胡闹 没有 他没有认出我 什么意思 在他的记忆里 完全没有我这个前妻 所以哥哥不用担心 他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嗯 我也是误打误撞进到他们公司的 我以前不知道 K传媒的总裁是他 陆星才真的对他没印象吗 他这么聪明 不会是在暗中计划什么吧 反正他们已经离婚 无论如何 再也不能让妹妹和陆星才再在一起 绝对不会 哪怕倾家荡产 大哥 想什么呢 没什么 想吃什么 哥请你 那不是那个讨厌的女人吗 她身边的是 林氏集团的总裁林恒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 难道 他们是男女朋友 这个狐狸精 还真是专门勾搭有钱的贵公子啊 他们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这个女人才回国几天啊 就勾搭上了林家的总裁 勾搭上林恒算什么 勾搭上我才算本事 秦才 你在开玩笑对不对 当然是在开玩笑的 哥 谁告诉你我回来的 逗逗 我就知道 你别怪他 说我操的话 他说漏嘴了 林总裁 陆总 巧了 你怎么也在这 来这儿当然是吃饭了 林小姐也在 真是巧了 陆总 真是哪儿都能遇到 没想到你们居然认识 林总 你和林小姐也是男女朋友吗 真般配 是吗 那谢谢你庄小姐了 我们别到人家吃饭了 走吧 对了林总 不知道你妹妹现在怎么样 她现在过得好极了 那好 那我就不打扰了 大舅子 你的前妻 是林横的妹妹吗 嗯 怎么了 没事 随便问问 别提那个又丑又没意思的女人 陆总 你慢慢吃 我们先走了 林总 是要送林小姐回家吗 是的 那我们先走了 对了 林男生 那个和卫视集团的合作 明天上午 我要看到你的详细报告 你还有一晚上的时间 明天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就一晚上 分明是故意整我 混蛋 我尽量 我不要尽量 是必须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请问你哪位 我 你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 你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 我是你老板 有自己员工的手机号 很奇怪吗 这么晚了 有啥事 没事 就是问问你计划书做得怎么样 正在做 自己一个人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做不完 明天可以做 你不是说明天早上 就要看到吗 刚才卫视集团来电话 说可以延后几天 所以我特意打电话告诉你 难道我还要感谢你沉默 你说什么 没有没有 谢谢陆总 那没什么事 我先忙了 陆总 您找我 我要的东西呢 您昨天晚上不是说不急吗 我要的是新兴比赛的报名表 填好了交给我 表格 我还没填 你还有半个小时 过期名额作废 不用半小时 几分钟就好 要写黎意吗 难道我怕陆星才猜出什么吗 算了 不就是参加个比赛 这种表格一般都是整个过场 除了主办方 没人会看的 陆总 新兴的代表到了 好 让他们去贵宾会议室等我 我马上到 没什么事 我先出去工作了 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 跟我一起去见他们 啊 作为K传媒的代表设计师 参加新兴的比赛 难道不应该跟我一起去吗 好 阿杰 这就是我们K传媒的参赛选手 林南生 南生 这位就是新兴在中国区的负责人 阿杰 哎呦 林小姐很漂亮 幸福幸福 谢谢 好 我们对一下比赛的形成和规则吧 好嘞 林小姐年纪不大 思维和想法都很独特 真是后生可畏呀 哎 还这么年轻 如果不是你简历上写着离异呀 我都不相信你结过婚 林南生离过婚 这个经历不太美好 就不提了 是那个人没福气 你要相信啊 你自己值得最好 嗯 我知道 陆总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比赛的时候见 林小姐 我非常期待你的表现 她一定会了 陆总我也先走了